汽车行驶在山间的路上 当了二十年游子的车中人 心绪却恍若着延绵的扶牛山 跌宕起伏 感慨万千 此山此水一草一木 无不弥漫着浓浓的乡愁 是啊 到家了 或许他并不知道 脚下这条回家的路 即将引领他的人生 进入一个新的转折 大哥 要进山了 大哥 尽管咱们在乡里 已经谈了不少了 但我现在还想再多说一句 这疙瘩岭啊 可是个穷村 难哪 你可要有思想准备啊 张校长 这次我下来 可以说是做了充分的思想准备 我一直就想不明白 一个省城机关里的大科长 跑到穷乡里来当个村支部书记 是不是太取材了 在机关里当一个科长啊 不一定就能在下面当好一个村支部书记 我也是农村长大的 可是农村工作我还没有接触过 所以还希望张厢长你这个老基层 能够多指导 多帮助我 我看过你的履历 你在部队是优秀干部 在城里呢 是个出色的科长 能力是有的 但我就不知道 这扶牛山的疙瘩岭 能不能留住你的心 拂牛山 拂牛山 隔大铃 我回来了 爹 娘 你们的儿子 港子 回来了 回来了 这村里有什么喜事 这么热闹 实际 各大领村 有人出去打工 赚了不少钱 这不 在村里盖起了小洋楼 今天是他桥签新居 还把新居团请来唱大戏呢 说起这个人 他可是各大领村 最早出去打工的 这七八年赚了不少钱 就他盖那房子 这十里八乡也算是多一份 他在临港有个建筑队 听说承包的工程 都是些大工程 这个人叫什么名字 叫张忠元 张忠元 对啊 我来这个乡 工作已经五六年了 可是也就见过他三四回 他可是个大能人哪 这些年 为咱们校的公益事业 也捐了不少钱 这次 你们村委会换届选举 村党支部决定 推选他为村主任候选人 这样 我也是同意的 待会儿 我介绍你们两个认识人士 你看怎么样 校长 这个人我认识 我们俩还是同学呢 那太好了 咱们今天就借他这个台子 一个村支书 一个村主任候选人 你们一块和乡亲们见个面 你看怎么样 好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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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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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来了 要走啊 来了 来了 要走啊 你怎么走了啊 好好好 再待会儿吧 来 来 来 都来了 你们都来了 嫂子 嫂子 都来了 小薰 这几位妹子是谁 你看你 你整年都在外面 咱们村里人你都不认识了 这个是马霞 从城里回来支教都快三年了 中原大哥好 好 这个认识吧 彩凤 张阳媳妇 我知道 那年差几份没考上大学是吧 不提他了 我现在也挺好的 再说了 有的大学生还不如我 就是 九局 她叫什么来着 我叫 她叫豆妹 山根儿的媳妇 你看我这脑子 那年我跟你嫂子结婚的时候 酒席上你唱歌唱得真好 不好 我唱得不好 我都是瞎唱的 挺好 真的挺好的 不理请 你们都进屋 进屋 好 来来来 请进屋 来来来 去去去 怎么 你瞧这东妹条件不错 怎么嫁给山根这个窝囊费了 小点声 别让人听见了 我告诉你啊 人家山根那不叫窝囊 那叫老实 啥老实 那叫缺心眼儿 懂什么你 我跟你说啊 这些话你可千万别对外人说 我告诉你 豆妹嫁到山根儿家本来就不开心 就机会这个 好好好 沈子 你真是好福气 你看看这 这得多少钱一套 是啊 沈子 忠元大哥真是了不起的人物 啥了不起啊 都是我有个好媳妇 要不是九局啊 他小子哪有今天呢 你们都说我什么呢 忠元大哥 嫂子 来来来 坐坐 坐吧 九局 随便坐 这个真好看 我在城里买了件衣服 是最流行的 给你 真好看 嫂子快穿穿试试 是啊 试试吧 不落嫂子 我这都什么年龄了 我哪穿得出去 真是 嫂子 你看你说的 你才四十岁不到 正是女人的黄金年龄段 更得抓紧时间翘一翘 快试试让我们看一看 是啊 快试试吧 我可穿不出去 采凤 要不你试试 对 采凤 你穿上看看 你穿不出去 多好看的裙子 我看东妹神型合适 要不然让她试试 不行 真的不行 你要试试吗 你还真的合适 试 那我就试一下 走 快去 水来了 好 这样正好 来 好 山哥 山哥 我说你那漂亮媳妇呢 我哪能让她干这种粗活 是啊 那你是鲜花插在牛粪上 不干也得干 是啊 我是牛粪 它是朵鲜花 可就插在我这儿了 你充其量就是个羊粪担子 我自己心里痒痒 到山坡上找根狗尾巴草插去吧 来 来 怎么样 好看吗 真好看 东妹 东妹 这件衣服啊 就归你了 不行 嫂子 这都不好意思 那有什么呀 东妹 这衣服挺合适的 穿着吧 听你嫂子 就是啊 你就穿吧 中原这房子啊 是啊 一会儿不了三年 赵叔 老刘叔 张婶 老马 来了 中原呢 中原 老书记啊 夸你呢 说你这房子盖的啊 很好 还说啊 要选你当村主任呢 是啊 赵叔 您在村里德高望重 这次推举我当这个村主任候选人 我中原谢谢您了 哎 不能光谢我 村主任的事啊 是全体之围讨论通过的 要谢啊 应该谢他们呢 赵叔 您放心吧 我一定不会让咱们乡亲们失望的 哦 中原啊 有件事我忘了告诉你了 向党委通知说啊 省里来了一个下派干部 任咱村的党支部书记 听说还是一个什么 哦 科级干部 竞选村主任这事啊 他的意见也很重要 哦 这样啊 嗯 那赵叔 这个村支书什么时候来啊 就几两天了 哎 村主任 那是民选的 这要乡亲们都同意 谁的话 他也不管用不是 是不是啊 你啊 老马 怎么能这么说话呢 是吗 赵叔 哎呀 哎呀 我都这么大岁数的人了 什么事都是瞎凑合着 我早就怕着有人接替我的班了 哎 赵叔也不能这么说 以后村里的事不还要听您的吗 是不是啊 哎 中原哪 你盖心房唱大戏 又请吃又送礼的 我最明白你的心思 村主任这个位置在你心里很重要 对啊 我们呢 也很希望这次改选你能选上 嗯 就是啊 哎 咱别静过着说话呀 老正叔 刘叔 张婶 咱们开戏去吧 走走走 开戏 走走走 来来来 慢点 我差你 走走走 看戏去喽 算可你 我是我的大话 类似我 我 아니라 我 我 请随心吧 陪总 有什么事 中元 你在哪儿 我不是跟你说了吗 我在疙瘩岭竞选村主任 你小子是不是躲着我 我哪敢躲你 真的 我这不是有事呢 我告诉你 张中元 我最近手头挤 你懒功臣跟我借的那二十万块钱 你得马上还给我 好好好 我知道 我知道了 好吧 回头再说行吗 好嘞 主任 到点了 跟乡亲们说两句吧 别老主任主任的 我这还没选上 知书说了 新来的知书意见很重要 这是板上钉钉的事 还能跑得了 我说啥 我说啥 就说好的 拉选票 瞧过美国竞选总统演说没有 就照那样 中 走 来 好 大家都准备好了 好 大家都准备好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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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欢迎 好 欢迎 看 你爸 各位父老乡亲们 我张中原是第一个从咱们哥大岭外出打工的 那时候他们都叫我打工仔 而现在他们都叫我张老板 为什么呢 为什么呢 因为我在咱们临港有一个小小的建筑队也挣了一点钱 这次回来是为了报答父老乡亲们的 赵叔 赵叔 张相长 你什么时候来的 怎么也不打个招呼 你看你这 赵叔 你看 我给你带来一个人 他就是咱们哥的领村新来的党支部书记 耿孝明同志 你看看 认不认识他 是他呀 赵叔 我是耿 耿 赵叔 我都乖乖 真是耿 你老身体还好吗 还好 梗儿 你看看你 老刘叔 张婶 回来了 是我 我来了 我回来了 我给乡亲们带来一个好消息 咱们张相长来了 新到咱哥的领的党支部书记也到了 相长 好 欢迎 太好了 快请 赵乡长 欢迎 下面有请乡长给我们做指示 好 好 小姐们 今天是张忠元张老板新居落成的大喜日子 我代表乡政府 向他表示祝贺 好 好 谢谢大家 谢谢了 这十多年来 张老板对咱们乡的建设做出了很大的贡献 在此 我再一次代表乡政府 向他表示感谢 好 好 好 今天借着张老板这个戏台子 我向大家介绍一下咱们村新来的党支部书记耿孝明同志 大家欢迎 好 大家欢迎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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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好了 太好了 我本来就是咱们哥的领人 十八岁那年乡亲们送我去参军离开了咱们哥的领 你晃二十年过去了 这么多年 我回到咱们村满肚子的话都想说 过去在村里老辈人都叫我梗 是 很多年轻人咱们不认识 以后再一块就叫我老梗吧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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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好 老耿 真是没想到你是新来的支付 恭喜 这孩子正值 祝贺你啊 中原 多年不见 九局 咱们得快着点 要不然就来不及了 妈 乃 乡长领回来一个男人 说是让他做支部书记 赵爷 张乃 他们见他都哭了 红利 慢点说 他们为啥哭 对啊 为啥哭 不知道 赵爷他们见了他都叫他梗儿 还让我叫他老梗叔 来 来 来 太好了 来了 我们都先来了 是啊 你也是见过来 中原呢 来了 张书 来 来 快请 里边坐好 我来了 赵爷 你也来了 身体还好吗 里边坐 里边坐 压总笑识啦 厢总笑识啦 厢长叫你打 我知道了 你看看 来来 来来 来 坐 来来来 来 坐 厢长 坐坐坐 坐 我把奖都给你盗上 谢谢 厢长 厢长 仲原 我听说了 这几年你干得不错 还是村主任的候选人 恭喜啊 这没什么 老耿啊 有句话 我不知道当奖不当奖 你说 好 那我今天 就当着咱们父老乡亲们的面 把话说清楚 想着 在座的父老乡亲 首先我要感谢大家的光临 我想跟大家说点事 当年因为酒局和老耿的事 不说了 喝酒 来 对 中原准备了这么一桌好菜 大家喝酒 来 喝酒 中原 过去的事咱们就不提了 今天大家伙都在 咱们谈谈村里的事 好 双远 今天是耿书记头一天到任 也难得大家伙倒得这么齐 相长 我觉得这事还是说清楚 省得以后影响工作 你说呢 是应该把话说说清楚了 是应该把他们家酒馆够 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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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都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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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耿孝敏 你回来做什么 商机委派我回来做村支书的工作 好啊 二十年了 活不见人死不见尸的耿孝敏 如今衣锦还乡了 这疙瘩岭的父老乡起留不住你 这生你养你的山山水水也留不住你 可如今 为了一个村支书 你回来了 九局啊 你这么说话就不对了 耿书记这次回来也是为了咱们搁的领 也是为了 我不管他为了什么 总之 你当你的村支书 这跟我们没有关系 中原现在是我的丈夫 这里 是我们新居落成喜宴 我们家不欢迎你 请你出去 我们家不欢迎你 九局 我再说一遍 我再说一遍 请你出去 你也不想要是 你去哪儿 你去哪裡 这不咋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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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上去 这是我们家 这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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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县长 我这就算是安营扎寨了 村里给我安排在这儿 真的挺好的 那就好 淳姐 你客气啥 你现在是咱村的知书了 安排好你的生活 那是我们应该做的 谢谢 张县长 你也忙一天了 赶快回去吧 大哥 今天这事 好好 那你们谈 你们谈 对了 书记 这是门的钥匙 你收好了 有什么事 招呼我们一下 好 谢谢 好 商县长 你们忙 你们忙 慢走 忙啊 行长 我知道 今天这事 让你费心了 老耿啊 我就是担心有这件事办着 对你以后的工作不利啊 行长放心吧 没事的 过去的事情 就让他过去了 好 要不要给你换个地方 不 想着 要说我刚回来 对我情绪没有什么影响 那是假的 嗯 但是我耿孝民在部队在机关 也是受党教育这么多年 公事私事 我还是分得清楚的 再说 这次到戈德岭来 那是我自己选择的 请你相信我 行 有你这句话 我就放心了 来来来 温州省 别忙了 坐下来先忙 没事 来 你们说 这张忠元跟耿书记 这叫什么事啊 什么事 两个男人争一个女人的事 中原耿九菊他们仨是高中的同学 九菊那时候还是学校的 什么花来着 啊 校花 校花 对 校花 当时有好多的男同学都追九菊 这个九菊呢 谁也没看上 就看上梗了 这怎么像是电视剧里的情节呀 我好像是看了一部电视剧啊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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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 那个老耿这次回来 他啥意思啊 是不是来找我麻烦呢 咱又没做什么亏心事 怕他干啥 哎呀 我倒是不怕他 我就是觉得吧 在这个结构眼上 我正在竞选村主任 他回来当这个村支书 还能让我当吗 哎呀 人家老耿不是那样的人 他不是那样的人 那你干嘛还把他赶走啊 那是因为我不想见到他 因为你心里还惦记着他吧 你说什么呢 中原 咱俩这么多年夫妻了 你还不相信我 不是 你告诉我 是不是还惦记他 是不是 呀 没有 真是讨厌 我告诉你啊 我不是因为心里惦记他 我是因为恨他 我恨他当年抛弃了我 更恨他现在又来打扰我的平静生活 哎呀 真是流年不利呀 好端端的把杀出个耿孝民 我这个村主任彻底没戏了 我自己的老婆能不能保得住 还很难说哟 这样行不行 明天呢我就去找他 我跟他把所有的话都说清楚 你要是不放心 你就跟着 行吗 真的 行了赶紧睡觉吧 睡觉啊快 明朗赶紧去 那老公当兵之前 和九菊两个人是成双入队 好的跟一个人似的 可自从老公当兵以后 音信就全无了 说没成就没成 那九菊说要嫁给张忠元 还就嫁给张忠元了 哎 你是只知道齐一不知道齐二 齐二什么 我跟你说啊 一个千万别传出去啊 不会的你说 我 我跟你说啊 当初啊 我和张忠元呢 在一个建筑队 哎 那时候的耿孝敏呢 这一夜 疙瘩里很不平静 家家户户都在议论着 耿孝敏 九菊 张忠元的前情一事 村民们在猜测 新来的耿书记 会给这个穷山沟 带来什么样的变化 老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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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耿子哥 你快来 来了 来 你看 这可真美 真美 是啊 舅舅 这真美 等我当兵回来 我就在这盖房子 天天守在这 你的吗 不 是我们的 我们可以在这盖房子 这以后就是我们的家 选择 要找了 我受到一位 那是 我会想要找到 我先找到 你 我会想要找到 你 我会想要找到 我才能找到 我 为什么 为什么你当初走了 现在还要再回来 从前 有个人跟我说过 他要在这哥德林等我回来 这哥德林的山山水水不会变 这里是我的家乡 我要回来 报答这块曾经养育过我的土地 不错 我是说过 而且我也履行了我的诺言 多少个白天黑夜 我就站在这里 我站在这里 我等着 我盼着 我看着 我这一等就是五年 五年 我什么都没有等到 我连一封信都没有等到 不 庚孝敏 你拍着心窝子说话 一个女人的青春能有几个五年 我九局对得住你了 不 你撒谎 我当兵后被分在第二炮兵的工程部队 任务很特殊 连续几年不能回来 但是我从来没有见到过给你写信 那些年我给你发出了一百七十四封信 可每一封信都是石沉大海 我等着你的回信 我也等了五年 不可能 我从来都没有收到过你的信 你说什么 这怎么可能 好 就算你的信被狗吃了 那你的良心呢 你的良心何在 你的信没有送到 那你的人呢 你的腿呢 从你离开疙瘩里 满打满算二十年了 你回来过吗 你想过这里是你的家乡 你想过这里还有人在等你吗 想过 当然想过 而且我也回来过 但我情愿那次没有回来 我情愿我什么都不知道 这大喜事啊 咱们大家伙都高兴 好不好吃啊 就是啊 你快喝点啊 喝点啊 你快喝点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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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来 来 恭喜 恭喜了 人家恭喜 恭喜呀 恭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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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多一点时间来了 恭喜呀 恭喜 谢谢 养的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打听你的消息 后来 后来听说你考上了军校 还提了干 入了党 你的地位越来越高了 高得使我害怕 高得使我渴望不可及了 可是 我总得嫁人吧 我妈整天逼着我家人 跟我们一起上高中的女同学 孩子都挺大了 所以我 舅舅啊 就像你说的 孩子都这么大了 一切都过去了 我们不说这些了好吗 那你现在又为什么回来 我说过了 我是组织上派下来到贫困地区农村挂职的 我之所以主动要求回哥的领 就是冲着当年沈子大娘们一口糖一口饭 乡亲们的养育之恩 我不能忘记 我可以坦证地告诉你 我这次回来不是为了你 也不是为了回来报复张中原 请你相信我 好 我信 我只想说的是 中原现在 正在竞选村主任 你又是村之书 你的意见 对他来说非常重要 所以我希望 我希望到时候你不要缠杂个人的恩怨在里面 我受党和军队教育这么多年 工作上的事我知道该怎么做 你放心吧 这闹了半天 是张中原强的老梗的女人 这小子也太不低道了 说啥也不能选这种人当村主任 在外边挣了几个钱 回来看把他给烧的 飞扬跋扈 张牙舞爪 我早看不惯这种人了 火里花外一样美丽 我爱你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我受党和军队教育这么多年 工作上的事我知道该怎么做 你放心吧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 这小子也太不低道了 说啥也不能选这种人当村主任 在外边挣了几个钱 回来看把他给烧的 飞扬跋扈 张牙舞爪 我早看不惯这种人了 这事也难说 当初九局嫁给张忠元 那是他自愿的 真的 没人逼他 这 这俗话说得好 清官难断家务是吗 你说啥呢 爹 那你说选不选他 中元 你真的要走 不走咋办 等着穿小鞋啊 我已经什么都跟他说清楚了 我也跟他说了 你竞选村主任的事 他说啥了 他说他自己掂量 他说掂量 三掂量 两掂量 就掉下来了 我看不至于吧 咋不至于 你想啊 二十年没回来了 这一回来就明摆着冲我来的 可他说 他说什么你都信 是吧 四娘 干活呢 梗儿来了 梗儿书记来了 四娘 您一点不见老 叫啥名 我叫张红丽 你这么大了 梗儿 头两天我就说去看你去 后来我寻思着你大概正忙着 这不我今天想着下边去看你去 你就来了 四娘 看您说的 我是晚辈 当然应该我来看您才对 这是我从省城给您带的特产 孝敬您老人家的 来 红丽拿着 还是梗儿懂事 什么事都想着四娘 走 送屋去吧 去吧 中元 中元 梗儿来了 他来干什么 不知道 算了 别管他了 四娘 我打小就没少吃您做的饭 我记得我小时候过生日 你还给我煮鸡蛋 每回主俩 我跟中元一人一个 哪回都没少过 来 坐 好 来 坐啊 四娘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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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娘 四娘知道 中元在酒局的事上对不住你 四娘 过去的事咱以后不提了 再说我跟中元啊 那是从小一块长大的好兄弟 我不能忘了 每回放学 那都是中元硬拉着我回四娘这吃饭 嗯 这几年中元干得不错 我为他高兴 我真心希望 您老人家能过上好日子 嗯 还是我的耿人意 哎 四娘 中元怎么还不下来 在屋子里打行李呢 中元 行李打好了没 赶紧下来呀 中元 你挺忙的吧 是 这么多年我也挺好的 是啊 梗儿也没变 大哥 您来了 中元 来了 有试试屋里说吗 酒局啊 老梗来了 中元 妈 梗是来跟你商量商量村里的事 妈 我又不是村委会的 村里事我不掺和 再说了一会我要回城 正收拾东西呢 咋 是吧 你要走啊 不是 你不参加村主任竞选了 你说我能选得上吗 看你说的 咋能竞选不上 中元 这些年你干得不错 敢冲敢闯的 不光在城里有事业 家庭建设也搞得好 在咱们哥的领村 就需要中元这样的致富带头人 你来当这个村主任 我举双手赞成 老杠 你真的希望我当村主任 你看你说的 我咋不是真心实意啊 中元 打小咱俩就是同学 你既然在外面能干得这么好 我相信你也一定有能力带领咱们全村人都过上好日子 中元 你放心 我会尽我全力支持你来竞选这个村主任 中元 刚才都这样说了 你还不赶快去跟他聊聊 那好 进屋说吧 来 不了 四娘 我刚回来 还要到各家去转转 有空再来看你 好 那行 我先过去了 行 那我就不送你了 不送不送 妈 你听到了吗 旧局 爸爸 今天老师表扬我了 是不是 他是我的作文写得特别好 他有很多东西表扬我 我可高兴了 妈妈你好漂亮 怎么样 爸 你快看 妈妈多漂亮 都成仙米了 坦胸鹿背的像个啥样子 今天像个妖怪 赶紧脱下来 你懂不懂什么叫美 就是 爸爸不懂美 妈妈不像妖怪 小心你 我说妖怪就是妖怪 你这件衣服从哪来的 我以前咋没见过 偷的 抢的 偷抢都不会 八成是哪个爆发户送你的吧 刘山哥 我都跟你没话讲 你跟我没话讲 你跟谁有话讲 你 走 英子 出来做作业 猫霞 放学了 啥事 没事我就不能跟你打招呼了 明天是周末 我这没事 你又不用上课 咱俩去县城玩吧 明天不行 为啥 下星期学校要月考 我还有一大堆资料要准备 有 你还挺忙的 来 昨天咱们见那个耿之叔 你觉得人咋样 他呀 他呀 他挺可怜的 可怜 嗯 你是说他跟那九菊是吧 嗯 也是啊 这九菊嫁给张忠元 耿之叔心里肯定不好受 你说这耿之叔跟九菊他俩有没有可能救情复燃 孟爷 你个大老爷们怎么乱叫蛇根子 行了 我不跟你说了 回家了 马霞 我就是想多跟你说两句话 不知处罪 不知处罪 因为还kn nh merchant 五菊 啊 好 再历里 blood 就能够�oule许一百多个花生 三颗花生是与近 三十多钱 就是三十多钱 三十多钱 就是三十块钱 他家杨肯官我家卖苗 离 两家扯平 张阳 离地呢 张阳你给我站住 别离了 陈高 你算哪去干不 你不让我离我就不离了 你看看 你都过界了 哪过界了 你看 你看地头 你这样看 你就是看到地那头 他也没过界 来 你到这头来 来看看 你看你离哪去了 你看都是公备了 啥公备不公备 我问你 前几天你家杨肯了我家卖苗 咋说 别打仗 咱打盆说盆 杂管说管 今天就说这地的事 咋办吧 是你家杨先啃了我家卖苗 还是我先离的地 你前面不说 你为啥说后边的 你这人怎么这么不讲道理 我不讲道理 还是你不讲道理 张阳 你仗着姓张的胡大 人多姓人是不是 我告诉你 老子不怕你 张阳揍你 你信不信 你给我松开 我不松 你松不松 我不松 还不松呢 你 你你在咋 你 你 你 我 我 你 你 我 我 天 啊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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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我 我 你 我 我 我 你 我 你 你搬救兵去吧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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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这里别跑 跑了就是鬼孙儿 你 你等着 你搬救兵 我也搬救兵 谁不来谁是软蛋 耿书记 耿书记 受人命了 不好了 咋了 张阳家叫了人 我都在溪地里打起来了 不想 去了就知道了 走 走 我怕你 你过来 你先过来 你过来 过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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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过来 你过来 你先过来 你过来 你过来 我书记来了 申哥放下 干什么玩意 你过来 我书记来了 你过来 你过来 救兵 你过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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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吵家伙 往脑袋上干 开打 打呀 往脑袋上干 磨磨叽叽像什么玩意儿 打呀 啥意思 什么啥意思 你不是要打架吗 打呀 张阳 打 往脑袋上干 不打了 真不打了 不想话 好了 乡亲们 这两个大英雄不打了 熊了 所以没什么好看的 早点回去吃饭 散 都走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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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阳 都走吧 你们俩留下 喝水 谢谢高叔 你的 我叫你们过来 就想跟你们聊聊 行 事先说 到底咋回事 书记 他多离我们家的地 还动手打人 你先动手打人的 你先动手的 你先动手的 你先 书记 你看他厉害的 一个个说 一个个说 书记 他欺负人 书记 我是多离他家的地 但是你家羊坑我家卖苗怎么说 那羊是畜生 你也是畜生 你看 你看 好好好 我要是没听错的话 应该是我听明白了 那上根你说说 张阳离了你家的地 你受多大损失 那 怎么也得好几十吧 张阳 上根他家羊吃了你家卖苗 要受多大损失 也那个数 那我就不明白了 你说你们两个也是老大不小了 这个账咋就不会算呢 为了这几十块钱 那么多乡亲就那样大打出手 想过没有 要是有人受了伤 是不是要住院 住院是不是要花医药费 那得多大的损失啊 想过没有 好几百吧 好几百 那要是把人给打残了呢 那就得上法庭 还得坐大牢 这个账会算吗 能算得过来吗 算不过来 真是不明白啊 你说大家都是一个村里的乡里乡亲 这都啥年代了 还为了争个地边 就闹那么大的事 低头不见抬头见的 你们说值得吗 你们说值得吗 书记 我错了 我也错了 真的都知错了 知错了 这样 今天两人回去啊 好好想一想 明天一大早 咱们还是好兄弟 好乡亲 好朋友 行吗 行 展阳 行 这就对了吗 这就对了吗 老赵叔 哥儿来了 在家 来来来 坐坐坐 坐 哥儿啊 有事吗 老赵叔 我想 跟您说说中原的事 说吧 中原啊 他敢想敢干 又有经济头脑 这次村里啊 选村主任 他又积极参加 我想啊 要是中原 能当上这个村主任 那还是个好事呢 他有利于带领咱们乡亲们 奔上致富的路子 另外呢 他在临港 还有一家工程建筑队 也可以把全村的年轻人 都带动起来 至于村里的其他工作 我想 有村党支部来把握 要是遇到什么大事啊 有您这位 得高望重的老直叔 给我做后盾 那就好办多了 以前的事 你不会追究吧 老直叔 您看您想哪儿去了 我梗子也是受党和军队教育 这么多年了 怎么能把个人那点人缘 带到工作中来呢 梗儿啊 张忠元有能力 这我知道 可毕竟你跟九局 以前有过事啊 再说 你当书记 他当村长 这样能干得好吗 老赵叔 刚才 我也到中原家里去了一趟 把话也都说开了 再说 我俩之间那点事 那都是老黄历了 您就不用担心了 嗯 这样好 那我也就不用担心了 嗯 咱们是不是先召开一个 党员会 同意下大家对选举村主任的 这个想法 接下来再开一个村民大会 征求一下全体村民 对选举村主任的这个建议 我想呢 尽快把村主任选出来 这样呢 也可以尽早的 把村委会的工作 正常的运转起来 您看咋样 张忠元通过选举当上了村主任 其实他在临港有自己的工程队 他之所以回来征这个村主任 不仅仅是为了争面子 他还有着自己的盘算 你们各大领村的群众选举工作 做得很好 而且各大领党支部的群众工作 抓得也很扎实 县人大工作组对你们进行了通报表扬 厢长 这次乡亲们选我当这个村主任 多亏了老耿对我的支持 这个 我在这里也表个态 我一定把这个村主任工作做好 力争把咱们各大领 仅仅一年一个样 三年大变样 好啊 坐下 好好 我希望你们把眼光向前看 不但工作上要和谐 而且党政关系更要和谐 搞好团结 把各大领的各项工作都搞上去 这个想让你放心 我跟中原做了个分工 他主外我主内 好啊 那你们这新官上任的第一把火想怎么烧 我 我倒有个想法 就是还没来得及跟中原商量 那说说看 厢长你也知道 过去我们村老赵之说 一直不太主张各大里的村民外出打工 村里有很多富裕的轻壮劳力 我想动员这批年轻人到城里去闯一闯 这样不仅可以整体的增加村民的收入 还可以锻炼一批年轻人 对将来村里的发展和建设都会有好处 嗯 另外呢 中原在城里有个土建工程队 这些年轻人要是能直接到中原那去打工 既安全又省了些麻烦 你说呢 好啊 这个提议好 中原 你的想法呢 厢长 这个提议挺好的 可是我的那个建筑队 人员已经足够了 中原 我知道这件事会给你添些麻烦 但是我想这些年你在外面干得很好 一直是村里的榜样 我想光你一个人致富还不行啊 要带动乡亲们共同富裕 好 既然我当这个村主任了 我也拿出个态度给大家看一看 我决定了 就照老耿说的 我在村里再招二十个工人 就在咱们格拉岭招 中原好样的 对了 相长 等我这次回城 我再次处打听看一看 看看有没有什么好的项目 可以招商引资 争取把咱们格拉岭的经济全面搞上去 好啊 好啊 这样我就放心了 看来老耿极力推荐你来当这个村主任 他没有看错人 中原 谢谢你 我是村主任嘛 应该做的 哎呀 老耿啊老耿 多年不见长进不小啊 你这话怎么说 本来我还琢磨呢 为什么你偏偏推举我当这个村主任 闹了半天我才明白 你是看中了我的工程队了 你当着乡长的面给我下这个套 让我半个字也说不出来 你行啊 中原 你误会我了 我确实不是跟你下套 说句心里话 你要是能把哥德里的经济带动起来 让乡亲们过上好日子 那真是办了一件积了功德的大好事啊 行了行了行了 老直说啊 这几天我在咱们乡转了转 发现不少村的变化很大啊 有人都盖起了楼房 还买了农用车 可是咱们哥德岭啊 哥德岭咋了 我看咱们这哥德岭就挺好的嘛 老直说 我觉得咱们哥德岭不够好 我想啊 咱们这要资源没资源 人又多地又薄 您说这么多年轻人都窝在村里 也没什么大出息 再说了 这也是劳动力的浪费啊 我是这么想的 让咱们村的年轻人都出去打工 去闯闯世界 掌掌见识 练练本事 你看重不重 这是你和张仲元的想法啊 我和仲元商量了一下 他同意我这个想法 那你想过没有 青壮年都出去打工 这村里的老老少少谁管 老直说 现在改革开放都那么多年了 你看全国的农村那么多的年轻人 都到城里去打工了 人家村里能过 咱们村也能过 我说老直说 你别老是张口一个老直说 闭口一个老直说 是不是提醒我 你是新直说 老直说 谁啊 酒局 有事吗 别担心 我是以村支委的身份来找你的 我听说赵叔急着要跟你办一交 老爷子气呼呼的 你是不是跟他说啥了 我就是跟他说 想让村里的年轻人出去打工 他不同意 中年刚走 就尿到一个狐狸了 反正村里的人出不出去打工 你跟赵叔各有各的道理 我也不方便说什么 但是有一点 赵叔在我们哥的岭干了这么多年的支书 他又是你的前辈 你一上任就跟他对着干 也太博他面子了 这个关系上 你没处理好 你说的有道理 我本来找他就是跟他商量 他大概是误会我了 那你打算怎么办 我回头再跟他聊聊吧 老赵叔 我来看看你 我这个老书记 就这点夹当了 你都拿走吧 老赵叔 老赵叔啊 这次省力机关安排干部挂职 我是主动要求回到咱们这儿来的 您知道我为什么要回哥的岭吗 我哪知道啊 因为您老人家在这儿 张婶在这儿 四娘在这儿 还有那么多的婶子大娘们都还在这儿 老赵叔 老赵叔 我梗子从小就是孤儿 是戈德林的乡亲们把我养大的 戈德林就是我的根 戈德林也是我的家 我咋能不练家呢 说句心里话 我这次回来 我看到那些 曾经养过我的婶子大娘 头发都白了 可是咱们那些房子 很多还是老房子 生活上 可以说几乎就没有变什么样子 看到这些 我心里真不是滋味 带哥开放都这么多年了 我看着咱们戈德林这个样子 我怎么能不挂心呢 我这次要求回来 就是想给你们这些老人家亲一份孝心 我就是想领着乡亲们 咱们一块努力尽快的让戈德林富裕起来 哥儿 别说了 赵叔 误会了 不管咋说 你现在是存知书 我已经老了 你们年轻人想干点什么事 我也不问了 我只有一句话 如果你能答上来 这公章你就拿走 我啥也不问了 你说 你让咱村的壮牢里都出去打工 家里剩下的这老老少少 到底谁管 我管 我管 哥儿 你可要想好了 这可不是三五号人 出外打工的 家里剩下的老老少少那么多人 你都管 你都管 我都管 我耿子 说话算数 好 好小子 咱哥哥 咱哥的烈 没白养活你 今天把大家伙召集过来 咱就是说个事 就是咱们村 这个村主任张忠元同志 在林岗有个建筑工程队 想在村里招点人 这个名额就是二十个 咱们各家各户回去好好商量一下 家里面有青壮劳力的 愿意报名去的 下午就带着身份证到咱们村委会来报个名 我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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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来个报名 我来个报名 好 大家别着急 一个一个来 一个一个来 一共就二十个名额 大家排队 先到村里来登个机 善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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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醒醒 醒醒 你干啥 这么晚了还不睡 出去打工的事 你跟你爹说了没有 说了 都说好几遍了 可他就不答应 那你打算咋办 他不答应我能咋办 我看这事还是算了吧 你都多大人了 还不能自己拿主意啊 你是知道的 咱家一直是咱爹做主 我 我 哎呀 你 你 你 琢磨打工的事呢 我在想 咱俩要是走了 妈和冬冬咋办 我也正在考虑这个事呢 耿书记今天表态说他管 可全村这么多户他管得过来吗 咱要是不去打工吧 那咱家什么时候才能过上好日子 你看邻村那些出去打工的 哪个不比咱在家种地强 是 有时候 咱妈有个头头脑热的时候药都舍不得卖 那是因为啥 不是因为咱们家穷吗 看到妈 筋巴巴的过日子 我真恨我自己 要我说 咱应该去 耿书记已经把道理说得很清楚了 咱要是不去 永远活得这么窝囊 对 去 必须去 为了妈和冬冬 咱们一定要混出个样来 想通了 那就回去睡吧 走 妈 你今天怎么跟我睡了 你又跟爸吵架了 没有 妈就是想抱你 好 张阳 耿书记来了 张婶 耿书记来了 老远我就闻到了 真香 来尝一尝 真香 咋烙这么多 这不平时 东东最爱吃我烙的油饼了 这也快走了 我把该拆的拆 该洗的洗 走了也好 放心 快坐 坐 行 我跟张婶唠唠 婶儿 你这回可真给咱们乡亲们办了件大好事 你说现在上外面打工多难 去年不是有的人去了一年没挣着钱都回来了吗 这回好了 这回好了咱们跟着张忠元干保险 张婶儿到中原那儿干工资不一定高 但是咱有个保证 一年也能挣个万二八千的 对吧 对 俗话说 树挪死 人挪活 你说就这些人成年在山沟里转着 你能呕出四两麻来 要出去了多少也能挣点 再说了也长见识 张婶儿 您老可真是开明 什么事都想得透 我还想来做您的思想工作 怕您不让彩凤跟张扬出去 看来我这担心那是多余了 就是 一会儿咱撒 你别听 一会儿咱撒把木眼灌多了 扔猪圈里 干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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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喝多了 能分清啥是猪啥是马虾 你太坏了 我跟你说 说点正事 这次张忠元的建筑公司招工 我报名了 你们呢 我和咱们都报了 我俩都去 扇哥 你呢 我还没想好 我们家豆妹她不想去 不对吧 报名那天我听你俩在嘀咕来着 人家豆妹嫂子想报名 是你拿不定主意把她拉回去了 现在咋成她不想去了 说啥呢 说啥呢 出门打工这么大的事 咱都得跟咱爹商量商量吧 你和你爹是怕你的漂亮媳妇跑了吧 你说啥呢 来 对了 穆颜你呢 我走了猪谁管 我去不了 明明是为了马侠 非往猪身上赖傻 好 走 爹 这是我刚蒸好的包子 韭菜鸡蛋馅的 你尝尝 我不饿 爹 还是那件事 俺想跟你再商量商量 还是打工的事 没有商量 您到底为啥不让你出去打工 高山头有个媳妇出去打工 你知道吗 不到一年就跟别的男人跑了 留下个孩子哭天抹泪的 你说这 您这说的是啥话 他个人跑了 又不是俺跑了 反正我不让你出去 爹 俺家的刘家都已经九年了 因子都八岁了 您还不放心俺呢 你看 你在家里 在我眼皮子底下瞅着 我这心里面踏实 听您这话音 我做啥对不起老刘家的事了 在家没有 出门难说 要是飞去不可呢 敢 你要飞去不可 我就打断你的腿 你们老人家太欺负人了 我嫁过来就会看着犯人一样 要出了 现在村村户户 谁不出去打工 打工都不可以 这日子没法过了 董妹 你给我回来 英子 英子 你妈跑了 去 赶快找你爹 耿书记 咱村的壮劳力几乎都报名了 统计下来差不多有三十来人吧 我这么想 这大闯是民邻排长 让大闯领着出去 有什么事 也好及时跟咱们支部做个沟通 这个办法不错 马会计 耿书记 耿书记 你们说 马会计 我就是找你 我就是想问问这次去临港到底有多少人 也就是三十来人吧 有三十几个人 中原那个施工队有多大我知道 这人会不会太多了 九局 本来说好了招二十个人 没想到大家伙报名积极性这么高 没关系 中原的工程队能留多少留多少 其他的人可以在市里边另外找工作 老董哥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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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了 云子 咋回事 我 我妈得跑了 咋跑了呢 那让我爷爷给气走了 春口 走 走走 看看去 看看去 快快快 妈妈 肚妹 妈妈 肚妹 肚妹 妈妈 肚肚妹 肚妹 妈妈 肚妹 肚妹 妈妈 肚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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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肚哥 咱们这么找不是办法 你想想 看她最有可能去哪儿 她父母早就不在了 她还能去哪儿 她会不会去她父母的坟头 爹娘 女儿命好苦 你们走了以后 女儿大学也没考生 现在想去打工也不行 女儿在老刘家 就像个犯人一样被看着 这日子真的是没法过了 女儿只想随你们一块去了 婴子到妈妈那里去 去吧 滚 妈妈 妈妈 你帮城 妈 你帮城 妈 你帮城 你帮城 妈 妈 也许 席 晚 Zither Har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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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Zither Harp